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我们任何一个人 如果是觉得你很能干 你很聪明 你比周围所有的人都好 这个人一定是成功不了的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单文明 1951年生于中国台湾 后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大学 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深造 师从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 新获大师指导 从1992年起担任彼得德鲁克 高阶管理课程教授 并成为亚洲地区总代理人 是资深的德鲁克管理研究实务专家 及其管理哲学思想权威代言人 他著有管理未来 德鲁克教你当领导 德鲁克黄金笔记 德鲁克谈自我管理 杜老师的一篇等管理学著作 本期节目张文明与您共同探讨 女人嫁个好人还是好人家 我爱的男朋友 父母不喜欢怎么办 女孩子喜欢这个男孩子 可是问题是她的父母并不乐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到 父母所期待的跟自己的女儿所期待 其实完全是两回事 唯一的建议就是说 你是到底是在找永久可以一起的伴侣呢 还是真正地去找一个主卧室爸爸妈妈 点头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这个部分永远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会比较平衡 假设她去找她喜欢的 重来我看了不喜欢 我也会答应她 因为我认为 这是他们两个的事 跟我来讲 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唯一能够担忧的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能够从旁协助她 万一假设有一天我无法协助她 我也只好祝福她 不管她走到哪里 我认为那是必须要她自己负责的 因为她有足够的判断力 选择她所爱的 爱她所选择的 最终呢 也要必须要由她自己去承担 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父母 但是反过来讲 假设依我的意思 而到最后结婚了 万一不幸了 最后我要承担重责大任 假设她喜欢的 我纵然看不下去 或者是我不答应 我都会默认 因为我认为 到最后还是要祝福她 至少我不可能跟她那么久了 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小孩 只有因为我的关系 放弃一个可能的 好的或对的人 也不要因为我 可能错失了一个 可以变成一个美满家庭的机会 我大概不会阻碍她的幸福 所以她愿意地问我说 爸 你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会很老实地 很真实地告诉她 但是我不会给她任何意见 婚姻这个东西 是用钱可以累积 可以解决的话 那世界上大概没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有钱 不一定可以买到真正的爱情 或者是真正的婚姻 其实关键在于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 不仅仅是只有一见钟情就拒绝了 其实所有的婚姻都是在 结了婚以后才慢慢地去经营跟累积 所以不太容易说 你决定了就代表一切都OK了 所以看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钱人家 有地位人家 其实你要当人家的媳妇 也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假设嫁给一个穷人家 但是他肯上进 所以一点都没有问题 现在要养活一个家庭 其实并不那么困难 但是呢 问题就是我们把它想象得太难了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婆跟我讲 等到你有经济基础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已经不是你的老婆了 我说对哦 然后就问他 那我怎么办 很简单嘛 结了婚以后再办 结了婚以后 你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忧 意思就是说 你担心的其实不会发生 但是你没有担心的才会发生 意思就是说 你家一个有钱人人家 到最后呢 可能你觉得说我什么都好了 可是到最后呢 养小老婆你也不晓得 或者是你知道你也没办法 可是那个是你要的吗 假设你要的那没话讲 有些女孩 她为了想要有钱 虚众心很大 甚至于她想要买LV 她认为这样过的日子会更好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先生很久很久才回来 然后很久很久才看到 最后呢看到的都是照片 而不是她生人 那又何必呢 关键可能不在钱 不是解决婚姻或爱情的问题 假设能够解决 其实那是最好 当然我也不是代表说 有钱有地位的人 就没有好然人 倒不是 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是对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钱 其实我认为才是关键 那您觉得什么是婚姻的保障呢 婚姻的保障是彼此共同努力 没有一方单方面可以保障对方 比如说很多男人 结了婚礼后 我养你一辈子 没问题 你不要太相信他 您说过这种话吗 您说过这种话吗 我从来没说过 因为我养不起 能够养得起的就是 三餐没有问题 所以我大概在二十八岁的时候 我结婚 然后一直到三十岁 我才买房子 但是那个买房子还是贷款的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特别温暖 也特别的幸福 我常常在想说 假设我本来就有钱 我看起来我不知道 那个幸福的智慧是什么 我也不晓得 怎么定义我自己的幸福 但是因为 经过那个没有钱的阶段 穷人家的阶段 所以我发现到 那才是真的幸福 所以幸福应该是自己开创 而不是等待的 也不是上面给我们的 其实是靠着自己的手 一点一滴的累积 把它创造出来 我认为那个特别珍贵 也特别的香甜 具备怎样条件的男人 才算是好男人 定义好男人 或者不是好男人 从表象去定义的话 很容易把一个人 就是过度的极限 或者是会过早的判断 因为人都会改变的 所以不应该以现在的 他的某种条件的不好或好 然后来断定他未来如何 不是念了哈佛或者北京大学 就代表他这个是一个好人 当然也不代表说 他没有进入大学 然后他就是一个坏人 所以好人跟坏人之间 或者是好男人跟坏男人之间 其实关键还是在平革 这个才是一个根本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从小养成的 那至于说好人家 是不是有钱有地位 其实我不认为 我认为这个家庭和谐 彼此之间非常有感情融入 然后他们的家庭文化 充满了一种彼此的尊敬尊重 我认为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他的有钱没钱 或者有地位没地位 有权势 我认为那个都是 过眼的淫焉很快就没有了 你很难看到说三代五代 通通都非常好男 好男人 我的定义其实是非常简单 就是有责任感的男人 只要有责任感 其实其他都可以解决 最害怕是他没有责任感 其实这个不负责任 我认为比较麻烦 只要他负责任 其实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嫁一个好人或嫁一个好人家 不管是好人或好人家 其实都可以把不对的人 或是不好的人 精灵变成一个好的人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如何看待裸婚现象 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双心家庭 女孩子其实赚钱 往往比男孩子更厉害 所以严格讲起来 其实是很多的男人 很想说 娶到一个有钱的女孩 然后少奋斗十年 现在很多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梦想 其他一个老婆很会赚钱 而且赚的钱比我多 这个已经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发现到 虽然女孩子的能力 越来越比男孩子要强 要好 不仅仅是在台湾 在日本 在美国 都是如此 是目前的现况 其实我觉得男生 他们更想是靠奋斗 去拼搏出一片这种天地 甚至裸婚 就没有钻戒 没有婚礼 没有蜜月 两个人就是去 有个证就可以结婚了 很棒 很棒是吧 对 非常好 谁能接受裸婚 我觉得裸婚比较好吧 因为姐姐结婚的时候 整个家每个人都筋疲力尽 就裸婚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些钱攒起来 旅行啊 有道理 我赞同 因为我就是裸婚了 您就是裸婚了 很讨厌那种办酒席 人这么多 然后要请谁 然后人家包红包 还要麻烦 风俗啊 还要习惯啊 还要很多的问题 那一天到晚就搞这个就好了 到底谁要结婚呢 搞不清楚了 那您结婚的时候 太太没有要求吗 没有 没有 她觉得非常简单就好 也没有去都蜜月 没有 没有 因为没钱可以都蜜月 有个叫迪诺的朋友 说裸婚都是被动的 既然有这个环境可以被破 其实也蛮好的 不过结婚 有人看得很重 他隆重不一定 洗开五百座 请到所有人 名人什么都到 讲几句废话 双方的家长还要在那边 意义不大 所以结婚其实 越简单越好 可以把钱省下来 然后其理由 也可以把很多的 那个时间省下来 因为你准备一个月 可能有的还不止呢 弄完以后呢 整个人就昏了 如何满意地把自己嫁出去 最好的方法是 嫁给有钱人 是白天 然后晚上 心爱的人在一起 那是最美好的 但是世上很难 不太容易 有钱的话 它是可以花嘛 晚上有心爱的人 那多美 感情是不是可以慢慢培养 肯定是 有人是结了婚以后 才开始谈恋爱的 有人是谈了恋爱以后 结婚以后呢 不再谈恋爱了 没感觉了 所以真正讲起来 其实应该是说 怎么样能够 找到一位彼此相爱 但是外依假设没有 对方爱你 因为被爱是幸福的 所以害怕是你爱人家 人家不爱你 那也是很痛苦的 假设对方能够爱你的话 我认为是最棒的 所以我对两个女儿 我不期待 我帮她们去找得到 一个好丈夫 我会选择 她会是谁的好太太 意思就是说 假设她是一个 非常钟爱对方的 她愿意牺牲 愿意奉献 不计任何代价 而且能够帮助她 我认为她就变成一个好太太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我常常跟我两个女儿说 你爱人家 你要问她爱你吗 假设她不爱你 你一天到晚爱她 没有用的 不会持久的 她说我可以慢慢培养 是可以培养 但是别忘了 男孩子是喜新厌旧的 包括我在内 但是假设男孩子爱她 我认为这是一个幸福必备的条件 假设不是因为你看上人家的有钱 然后你说我感情慢慢可以培养 当然 但是问题是你爱她 还是她爱你 还是两个都不爱 那这是很麻烦的 所以爱跟不爱之间 其实是一个很无法解答的答案 因为爱这个东西 说时代没有办法描述 也无法具象 所以爱情的故事 为什么那么浪漫 就是这个道理 假设自己够清楚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一些优点强项 然后你去找一个可以跟你互补的 而不是两个人都很强 都很厉害 那么比如说一个清华嫁给一个北大 肯定每天都在吵架 经常发生内乱 战争 关键还是在于 怎么样认清自己的角色 或者是了解自己多一点 然后给自己稍微不要太高的期待 因为往往我们都过度地期待 自己能够嫁给一个白马王子 然后他又有钱 又有能力 又有条件 有什么 通通都有 这样的人 其实已经不适合结婚了 因为条件太好了 相信他一个老婆一定太少 你也不要梦想回到现实 女孩子嫁人要有什么样的观念 嫁一个好人或嫁一个好人家 不管是好人或好人家 其实都可以把不对的人 或是不好的人 经营变成一个好的人 也可以把不好的人家 可以经营或管理 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家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创造的 而不是先天我们就被定型在那里 所以因此我觉得 人本身应该有创造力 人本身应该有改变的能力 而改变自己 不是要改变别人 真正地去尊重别人 应该更清楚地认定自己 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过得更好 而不是要找了一个好人 好的人家 作为归宿的条件 其实关键还是要看自己 唯有自己才能够战胜自己 其他人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 一个漂亮的女人 永远是幸福的 但是一个认真的女人 真正有爱的人 不管爱人家或者被爱 其实我认为都是幸福的 所以幸福幸福 决定全不在别人 而在自己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